母亲肝肠寸断 女儿远在天边 是谁大碎的团圆 不是从那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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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走 《雅魅的为家》 今日说法即将为你播出 《雅魅的为家》 你们是进入几个 我进入三个 他这边老二 你老三 我老一样 你到那儿咋能见到他 没有 没有 你到河南去卖过香菇了吗 没有 没有去过河南 没有 我去过河南那儿 我没有卖个香菇 我在河南没有卖个香菇 你晓得他现在在那儿吗 这不知道谁 他问我说是你关心的 他说是从那儿走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从那儿走的 不是从你这儿 不是 今天不是从我那儿走的 然后就是后来你们见到刘儿了吗 没有 一次没有见过 我们昆南宝经常开车出去玩 把我带到出去玩 捅别去玩了一趟 就这么回事 他们就说 哎呀 他的捅别玩 就得是我跟他弄出去 你怎么认识 我上来往下 我带着顶童话来 就起过去 还是一三代 带三个宝的时候 回去过去 少瓜 少水 那个回去 胖点 穿皮图卡的回去 总在一半 那七十几 那个回去总是一八三十几 关键的一注号是摩托工 当时是赶上 你给拉开 那我们都在盯着 回去 我们在这儿收下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画面 是湖北省隋州市警察 用执法记录仪拍下的画面 他们正在调查的是 一起多年前 涉嫌拐卖人口的案件 当年 当地 一个龙牙女人 忽然间消失了 这一消失就是十二年 这里是隋州市隋县 山上的这间老房子里 曾经住着一个七口之家 女主人 傅吉兰 她身边的是 她的丈夫和五个儿女 2008年的夏末 照片里的这个姑娘 傅吉兰的二女儿六二 丢了 两个人 我想她不会学校 她身上没有钱 她要吃饭 我想陪人欺负 这个接到报警之后 我们还是所非常重视 首先对这个 这个报警经济进行的登记 然后对他的活动轨迹 进行的核查 因为他当时 可能是没有半两的身份证 十一代身份证 就无法和查她的同种规矩 到处每家挨家挨夫的 到门口去看着 装什么 卖东西的什么东西 在那个村庄里面叫卖 反正那个方圆 十几里落我都找遍了 刘二是个聋哑人 丢失的那年 她已经28了 家人当然 第一时间报了警 警察查遍了火车站 汽车站 大大小小路口的监控 并没有发现她的影子 丢失的刘二 并不是天生聋哑 她小的时候 跟着母亲去地里干活 被一群鸭子给追咬 摔倒在水坑里 后天时雨 因为残疾 刘二从小没上过学 二十出头就嫁到了 隔壁村的王家 失踪的那年 她和丈夫 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 家人一直坚信 刘二不可能舍得 丢下儿子 独自离开家 就是说她 按她的自己 那个智商的话 就是说 从小到大 她从来没有 自己私自出息过 然后出去几天再回来 这样的现象没有 从来都没有 母亲回忆 当年刘二的第一代身份证丢了 家人也没有帮她补办 而2008年 坐火车去外地 已经需要身份证了 刘二不可能 乘公共交通工具 离开本地 家人怀疑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她被人给拐卖了 而拐卖她的人 应该也不是外人 当时就是看到她 就是从我旁边走 拿了一个拿杆箱 我问她去哪里 她说就是做了这个手势 肯定去她那个妖妈 那个妖爹家吧 她的那个大妈说 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就是没有见到她的本人 只是听到她在 她的那个妖妈家 她那个声音嘛 妖爹就啊啊啊的那个声音 妖爹妖妈 就是方言的小叔和小沈 刘二家到她的妖爹妖妈家 步行不到半个小时 刘二丢了之前 经常去妖爹妖妈家串门 王大娘最后见到刘二 刘二是一个人 拉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 朝村外走去 去的方向 便是她的妖爹妖妈家 刘二的丈夫比刘二大12岁 因为家庭贫困 她30多岁才娶了这个媳妖 傅金平怀疑 妖爹妖妈可能是帮刘二 又找到了经济条件 好一些的人家 于是就把她卖到了外地 在刘二刚刚丢失的前几个月里 刘二的丈夫也曾经到处去找人 但不久后 她便外出打工 离开了老家 刘二丢失之后 母亲经常一个人 站在家门口发呆 傅金平感慨 这张全家福的背后 是亲骨肉的心酸往事 一般人就没有承受过她这种痛苦 她在两岁不到的时候 她的妈妈就带着她 还有她的那个姐姐 就去了她那个继父 通过介绍 去了她那个继父家里 这是刘二的母亲 傅金平年轻时候的样子 当年她是村里 屈指可数的高中生 20岁结了婚 后来丈夫在工地上 盖房子的时候 墙体倒塌 丢了性命 傅金平带着刘大和刘二 两个女儿 还有肚子里的三女儿 嫁到了现在的丈夫家 我都不来 很想 包括不是 只有一个新一个女儿 她也经常来 我虽然我特别性 我也开始 那些土人的搞关系 不得我想把这个交 搞得哭哭哭哭的 富吉兰后来的丈夫 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原配的妻子去世 她便和富吉兰重新结合了 两个人又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那么这个家里就有五个孩子了 就是我爸他不是在山上做着事吗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树倒下来 把他压了 然后就瘫了 常常呢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 是那个人 他不愿意跟人家接住 他在姊妹活当中 比如说我这个开车的 儿子跟他一路上去 他从小时 在天地吃着沙面 吃着油烟饭 就弄到他的弟弟吃 他心疼他的姊妹活的 姊妹好 就是不会说话 表达不出来 那时我们脚龄条件好 不好 没有钱 敲头 地理的庄稼 赎了一茬又一茬 富吉兰起早谈黑 为了照顾残疾的丈夫 公家里的小儿子上大学 富吉兰唯一的选择 就是努力活下去 2013年 小姨父金平 从老乡那里 并造了关于 雅妹刘二的消息 提供线索的人 是村里收蘑菇的老陈 他仔细地描述了 在外省 见到刘二的情景 老陈所说的 见到刘二的地方 正是河南 贩卖蘑菇的 一个集散地 刘二的腰霸腰妈 据说也曾经去那里 做过蘑菇生意 得到了这个线索之后 弗金平再次报了警 于是就有了 情目开头的那一幕 他住他的家 我住我这边 我不知道 他不借人 他不借人 他就跑我这边 他不借人 他就跑我这边 他玩这人都到他几顿呢 走的 不是从哪儿去的 不是从哪儿去的 他从哪儿去的 他从他家里去的 从他家里走 你说你打算看他 是大家看到的 他在见上 警察多次到村里调查走访 但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 案件不得不搁置下来 傅金平问陈老板 要了详细地址 专门赶去过河南 多日寻找终究无果 我用各种方式都找了 河南那边 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个人的话 他不想告诉你 他就是在他隔壁 他也不会跟你说 所以我问了 好多天都没有他下落 为了帮助姐姐找女儿 傅金平车票就装满了一抽屉 他说 姐姐这一辈子过得太苦 如果能把刘二找回来 至少是个安慰 2008年的秋天 广西南宁火车站 出现了一个 拉红色行李箱的女子 他似乎也不会说话 他就是2008年 2008年秋季吧 秋天 那个晚上他们我下班了 我来找我朋友 两三天这样 他们就见他一个人在 在这个 那时候有长灯机 长得到灯机 别人就可怜他 可怜他就给他一点 他们我也给他一点 我就 施先生是南宁本地人 平时他靠坐在小买卖 维持生计 2008年国庆节刚过 他在南宁火车站附近 拉客人 看到了一个聋哑的女子 一个人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 这名拉着红色拉杆箱的女子 应该是刚刚到南宁不久 开始 施先生和周边商铺的人们 还以为这个女子 只是跟家人失散了 但是几个星期过去 并没有人来向人 火车站的人口流动很大 可是这名女子 一直待在后客厅里 快一个月了 女子身上没有身份证 她不会写字 说不清楚话 没有人清楚她的身份 当年 她拉到红色拉杆箱里 有洗漱用品和衣物 还有一些常备的药品 施先生推测 这个女子离开家的时候 是有准备的 不知道她 反正我知道她 肯定是自己出来 因为她一个人 就是站上来排完 她的行李帮 应该是从她 她出来的 那个地方带出来的 两个人相识不久之后 施先生帮助聋哑女子在饭店 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 女子暂时安顿下来 两个年轻人慢慢地相识 施先生帮助这个女子 取了一个新名字叫莫勤 其他照顾过这个女子的人 就管她叫雅妹 也都做得一点 因为忙嘛 发廊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说呢 我就让她去了 去了我就每天就问她 有什么需要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 这样 她在那里干活我 让我放心 就这样的意思 一段时间后 施先生去了外地工作 远离了雅妹莫勤 接下来的十年间 她和几个朋友 也偶尔接级过莫勤 但极少再有见面的机会 直到2020年10月28日 中午一点半 南宁市兴宁派出所的警察 接到报警 施先生是从当地媒体 听闻此事的 他打听着去了福利院 看到了莫勤 他开始为她的遭遇 打抱不平 不会的 他不会随便打人的 除非别人去由他 他才打的 他不会主动去打别人的 他们说他是 几天那个男的 想去欺负他 等于说 他就不服气 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够帮助雅妹莫勤 施先生主动 又联系了南宁电视台 向记者讲述了 他所知道的莫勤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 包括 包括我妈 还有我小弟他们 一直在去寻找 但是他不会说话 又不会写字 又没有带什么 所以特别难找 刘儿丢失的那一年 照片里的弟弟 刚刚19岁 如今他已经30亿了 弟弟大学毕业后 回老家找了一份 不错的工作 也已经结婚生子 那电视中 中央电视台 等着我 我看过三次 我看过三次 我想攒签 去找我的女儿 12年的时间 母亲写过很多像这样 没有地址 寄不出去的信 母亲没有一刻 忘记过自己的女儿 我去我家 我一个表妹在 那个 河南南洋 我去我表妹那人玩的时候 也是问到这个事 我表妹就说 她说 好像在 她的一个朋友的 朋友圈里面 看到这个 南洋 这个 五位警局 肖振宇工作室 他们好像在 这个平台 好像是 帮了很多人 都找回了亲人 2020年 河南省南洋市公安局 平安南洋公众号的粉丝 已经达到了几百万 其中 肖振宇寻亲工作室 帮助了许多家庭 骨肉团圆 傅金平发布的 刘二的信息 是这里受理的 第1001个 寻亲的案例 在萧警官和寻亲志愿者的 共同努力之下 信息最终被确认 2008年出现在 南宁火车站的女子莫秦 就是湖北隋州 傅纪兰丢失多年的女儿 柳二 2021年 春节即将来临 傅金平夫妇 专程去往南宁福利院 将柳二接回老家隋州 家庭纪兰丢失去往南宁福利院 开心吧 回家开心是吧 好 开心就好 好 开心就好了 开心就好 快躲开心就好 吃不一量 优惠 小槌 他知道这个位置 是两个人还是 一个人 是一个人来的 这个现在还没有因为 来得太突然了 因为毕竟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 一个印象都不 有点陌生有点尴尬 雅妹回家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十二年终于回家了 可是刘二的家人 还有心结没打开 刘二当年为什么离开家 怎么离开的家 刘二现在回家了 那么会有答案了吗 你去他家 然后就 不见了是吗 不是 别哭 查查你看 自己干嘛 我说 跟你 坐火车 坐火车 是他带你去 五个 五个 他没有 他的意思是 他的家人 不是家人 他现在强调的是 不一样的 对 那你来自里 是他带你去的吗 是他 就他一个 家里人手里拿的是 刘二腰霸 也就是小叔的照片 刘二一直试图表达的是 照片里的人是自己的亲人 当年并不是这个人把他带到外地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位置 他会有些啊 他知道这个位置 知不知道这个位置 当时是晚上还是早上的 是现在这个 出太阳的时候照着太阳是吧 就说七个站 然后就直接到河站 然后就说 哭过了 可能是家里打他 然后哭了 生气了 就七个衣服 飞一个包 七个包 一个人出去 就这么就花了八十百钱买效 就做出所的 这里是隋州的老火车站 虽然没有语言直接的表达 但刘二反复表示的是 当年就是自己一个人 离开的隋州火车站 结合南宁施先生 遇见刘二的时间和情景 那么他被拐卖的可能性 骤然降低 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 刘二指着手里 腰霸腰霸的照片 主动要求跟他们见面 就是让人继续 有很多人 拍资 without Mooj 2 films C 在亲人见面的那一瞬间 解释似乎没有了意义 而嫌疑也随之烟消云散 好 对你好 是不是 按照农村的习惯 媳妇回到娘家了 最终还是要送回到 自家丈夫家里的 警察拿出了丈夫的照片 议会给刘二 但她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讨厌他 对 讨厌他 哦 知道了 哦 知道了 讨厌他 他自己原来在家那一边 跟她丈夫关系不好 完了以后不给他钱花 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小孩 但是小孩的一个成长 还有包括他的读书 他这个丈夫都不给他钱 然后他经常还 他丈夫假暴 殴打他 扯他头发 然后的话就导致他想离开这个家 他衣服就不养你了 他不高 肯定咱慢慢 现在你拍张 你拍张发是不是 让我给他摸看看 好好 赶紧拍 赶紧拍发 走了 刘二 哎 回到隋州之后 刘二爷确实又到过当年他和丈夫的家 而他和丈夫见面的一幕 似乎也为他十二年的逃离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12年过去了 丈夫承认 在刘二走失之前 他们俩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 当年他动手打了妻子 刘二就离开了家 这个东西肯定还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吧 是吧 我们也不能说墙里的瓜也不甜 还是更影响个人的意愿 当然我们作为村里来说 肯定是不管他怎么样 我们只要是在我们村 我们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刘二走失 他的儿子刚五五岁 如今儿子已经十七岁了 妈妈在十二年后回家的时候 儿子正在武汉打工 其实现在还没有因为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觉得我这两个都没有想过 因为毕竟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 你的印象都没有 越来陌生越来越尴尬吧 母子俩视频的这一天 已经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九 但是电话那头的儿子 根本不想回家与母亲一起过年 尴尬的母亲也不知道 该如何跟屏幕里的 这个大小伙子交流 现在我姐找到了 然后我自己也上班了 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家里的负担 该我承担的都会承担 不再让我把一个人去收我那些苦 我姐这次回来了 我们党积极地该帮我们 还有一点帮忙 该照顾的也照顾 那么2015年我们国家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 并在2016年的3月1日开始实施 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 应该说为像刘二这样的情况 就提供了相应的帮助支持和救济途径 如果是像刘二的这种遭遇 发生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后 那么刘二首先她可以报警 用警察来及时的制止 同时她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来保护自己 来制止她的丈夫 再次对她实施这种讲庭暴力 那么与此同时 像她丈夫的这种行为 如果轻一点的还可以给这种告进 给告进 然后严重的可以构成治安 这个违反治安处罚规定的 可以给治安处罚 如果造成了轻伤 达到了轻伤标准的 那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事实终于澄清了 骨肉分离静音家暴 丈夫挥舞的拳头 打碎的是夫妻情分 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为家庭暴力做辩解 因为只要有她 就会有无尽的悲剧重演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